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支持明镜 修学就是一门深入 常识心修 如果一个人迷惑颠倒 自己做错事也不知道 那就没有菩提心了 重温自己 尽得休意 问自己 我活在这个世界 为的是什么 真正发明一下 念佛求生念头 念一生佛后 佛也会接他去 极乐世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如果不把他当一回事 就是没有恭敬心 没有恭敬心 那也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自己的信德 爱情 Um 字节和言 长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台湾人民谋求最大的福祉 刚才家师俊空老教授他也提到 关心我们台湾全体人民的福利 那么他老人家呢 这个是早年啊 很早就提出来了 大概三十年前他在讲经当中 就常常提到迷陀村这个构想 这个构想主要是照顾老人 所以他在海外 到很多国家地区 第一个他会去参观老人宴 看到外国伴的老人福利 一切在物质生活上照顾得非常周到 但是呢 缺乏精神生活 所以我们人一生当中啊 能够遇到佛法能够遇到佛法 能遇到圣贤的经教 才是最可贵的 我们做善信念不多念 第一时不多念 十大愿亡吗 第一则里见诸佛 那怎么里见啊 念完就没事了嘛 念是提醒 宗教之间最怕的是拉显土 我们住着每个宗教都是第一 祝福阿兰 由右选南逐选如林 那真心 信心不真了 后面不会有进步 英国知学家罗素 白球也曾经说过 中国传统文化 有三个显著特征 别人我也对我 我以善意回报 我们深信 人是可以教得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如果我们能老实念佛啊 实在讲啊 那什么戒都有了 那为什么呢 我们还要受这个戒 因为我们不相信嘛 起 好我们归于世 这样就完成了 大家的法号都叫妙音 妙音是本师释迦摩尼佛 佛在宣讲《无量寿兼监快圆满》的时候 为我们大家收记 无论在什么地方 心里南无奥阿弥陀佛 我们一个方向一个目标 决定到这些东西 决定见阿弥陀佛 所以他这个大经科处啊 没有他个人的意思 就是根据经典 还说爱邻居如同爱自己 心闻书 于助众生 示弱自己 笑 是个会议子 上面是个脑子 是个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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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奥远也知福 是个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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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脑子